嗨 嗨 我們來自綜合立業環保站 今天來了很多的長者 諸如月娥師姐 95歲了 她去年受症 那她也從基隆趕過來 再來呢 我們還有帶了一個 許胚的金門阿公 也是95歲的高齡 他們也很歡喜要起來 平日在環保站裡 慈濟志工照顧老菩薩 八九十歲的老菩薩 騰襲著地球 沒有 經常住在家 坐坐坐也不好 我也不喜歡 我跟這兒在環保站 她就帶我去做 我問她怎麼帶我運動 做得很開心 也會做得健康 會漂亮 會年輕 在日月環保站 已經做十幾年了 我也要吃百年 真心小小的最新的東西 發心力願 大家還帶著恭敬虔誠的心 入金藏 我們期待用法來供養上人 所以我們每天中午呢 我們吃完飯後呢 我們都邀約我們的長子 我們的環保志工一起來列 金藏 懺悔藏 以身作則以德傳家的流程美月 母女身影常在慈濟 真的很感動 其實也是我們學習的對象 雖然我已經受證了 可是其實生活周遭 今天其實有很多環保菩薩 所以他們都沒有受證 那帶下他們都是我們學習的對象 自我修行和挑戰 入金藏志工包括水秀的展現 老中青三代 嘗試突破自己所能 能夠讓我深深體會果報業力 是隨著你的個人的行為 個人的造作 今後應該會更加讓我更小心 然後在菩薩道上 跟著上人的腳步繼續的前行 大愛新聞 知善語之工 台北報導 發言